菲蓉山湯女高官 潘無限期醫院令 承認誤殺被告Maria 沉默眉頭緊袖目光呆濟 法官形容她殘忍凶猛 案發時甚至失常 潘無限期醫院令 47 歲女死者紀彥林 是建築處高級工程策劃經理 去年4月請了Maria 去年6月11日凌晨4時多 保安員收到噪音的投訴 就上樓巡 在死者的單位外面 裡面什麼事?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開門! 警方先先在對面監察 只是看到廳中有人影 拿著好像發光的物件 一進屋就見到死者全身刀傷 內臟跟散落在附近的地上 警方制服飛鴻 在窗台找到白褲包著的刀 警戒之下 飛鴻說有鄰居催眠她 說死者是女巫 拿走了她的身體和龍魂 飛鴻要拿走死者的心 斬完她 還不能用黑褲來包刀 否則就會叫上邪靈惡魔 空方指 死者頭、胸腹和大腿等被斬至多處殘缺 內臟外露 石骨位置更被人一刀過打橫斬 飛鴻說死者有時對她都不錯 只是偶爾不喜歡她做的食物而生氣 精神科報告說 飛鴻有精神分裂 案發前兩個月已出現幻聽和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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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